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方有五死多人受傷 據了解今次造成人員傷亡 不單是中印雙方這輪邊境對峙以來的首次 更是1962年中印邊境大戰以來的首次 值得留意的是 中印兩軍早前都表示 已經就邊境緊張局勢展開對話 並且強調雙方溝通的管道暢通 但實際上兩軍就好像鴨子嘩水般暗暗發貢 調動大量軍力前往衝突地區 據中國官媒報導 幾千名解放軍散兵幾百台裝備和物資 在幾小時內就可以從湖北轉移到西北高原 展開實戰訓練 向印方示威的意味甚濃 而印軍近日亦都被指以鐵路運送多款主戰坦克 去到中印邊境一帶 現在衝突搞出人命 怎樣善後 雙方會不會擦槍走火 備受各界關注 中國和印度的邊境長達3500多公里 歷來兩國最大部分的邊境劃界 一直都存在爭議 雙方邊境巡邏人員發生肢體衝突 互相釘石甚至打群架亦都有所聞 有報導說新一輪衝突升級的近因 是印方不滿中方的一帶一路項目 並且加快在中印邊境地區修建公路 引發中方不滿 但更加深層次的原因 就是印度方面認為中國目前外交環境嚴峻 可以自己移動 不可不知 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以印度慘敗收場 新德里一直視為國家民族的棋齒大獄 每當與中國邊境九分升級 印度軍方負責人最喜歡掛在嘴唇邊的口頭閃 就是印度已經不是1962年的印度 事實上 多年來印度在與中國接壤邊境部署兵力的比例 是遠遠超過解放軍 可見中國在近60年前 著實打破了印度人 隨著美國佬借新冠肺炎疫情 大搞圍堵中國戰略 不排除印度當局 認為現在是時機一雪前置 看近日印度國內針對中國的動作多多 例如印度律師協會 早前將中國政府告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要求北京就隱瞞疫情 導致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配上20萬億美元 又趁機向中國貨品徵收高額關稅 背後的算盤很明顯就是看準 美國對中國不斷敲打 以為在中國的家門口添麻煩 等於幫了美國老忙 就可以獲得對方撐腰 以今時今日中國的軍力 就不用買印度人怕 問題是龍象相爭 美國這隻白頭鷹 在背後可能暗暗偷笑 等著收魚人之利 早在奧巴馬時代 華府就推出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 企圖以印度、澳洲和日本來圍堵中國 美國佬不斷在中國周邊地區尋印之事 利用印度牽制中國發展 何樂不為呢 更何況有張打就代表美國軍火箱 可以大發奇才 適合特朗普的胃口 早前他老哥聲稱要滑船中印爭端 其實跟美國佬拉中國、俄羅斯一齊談財核一樣 信他一成 雙目失明 當然 開講也有說 打狗給主人看 正如有人說得對 打得一拳開 防止百拳來 中國只有真打敢打 才能夠統穿美國佬子老虎的圓形 才能夠打出國際政治的新格局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對內容有什麼意見 是Like 搞錯 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吧